哈喽新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你说你今天这个北京春晚的表演是个戏曲表演 但我是负责那个唱的那部分 那些老师们啊 戏曲的老师们负责戏曲的部分 哇塞 舞台很华丽 舞台上的那些戏曲的老师 都是咱们国家很厉害的老师前辈啊 然后还有晴晴姐 还有邵田帅老师都很厉害 我其实就是来享受这个舞台 感受这个舞台的 我要一句话介绍你这个看点 我们这个舞台呢 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我穿的是一层偏国风的 咱们国风的这个服饰啊 然后我们这个这首歌呢 它是一个戏曲加上流行乐 这么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歌曲啊 里面有很多有新意啊 有新鲜感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觉得是沉淀然后积累 然后进步 那今天会让你印象的 我是觉得中秋节 那个非主流的照片 那个文案 我觉得有点意思 照片的那个风格 调色的滤镜 也有点像小时候 那个非主流的感觉 就加了一段 那个非主流文案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印象深刻的 我想睡觉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那个去向往的生活 对那个综艺的时候 挺有趣的 还有一些很多吧 还喜欢赛车服的热搜 去参加几条的时候 挺开心的 我们知道你最新的一个热搜 是你有赛李荣浩老师的那个 专辑 去年热搜的时候 你发现有差不多三四条 跟李荣浩老师的 先简单分享一下 两人的友情 就自从在向往相见之后 相见之后 慢慢的熟络起来了 李荣浩老师呢 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最近我有点忙 没有时间去 以后能有机会 跟我的偶像一起吃饭 希望吧 然后还有一组的时候 就可能你去年 有很多关于演戏相关的 跟我分享一下 就比如一些拍戏的经历 拍戏的经历啊 去年其实都整个是一个 就是基本上在一个进组 然后拍戏的这么一个阶段吧 然后去年一整年 好像也没有新戏播啊 但对 可能集中在今年啊 大家多多期待一下 演戏经历啊 就是每部戏都有多多少少 怎么说呢 总结一下就是一个 这个学习吧 进步 然后每个角色呢 它也有不同嘛 对吧 沉浸在剧组 很开心就好了 先说胡搖小红娘吧 因为刚杀青 然后它它是一部 这个咱们国漫改编的 然后里面呢 也会用到很多 之前电视剧 没有拍摄过的方式 就是一些 可能好莱坞的一些 一些摄影技术啊 然后我们特效 也应该到时候做出来 也会很好看 很燃很炸 那安乐传呢 它是一个家国情怀的 这么一个东西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 韩野 是一名太子啊 然后和这个女主 嗯 任安乐之间一些这个 这个前辈们 积攒下来的一些瓜葛 然后到了我们这边 爆发出来 爱恨纠结吧 其实还挺精彩的 有些虐啊 有些虐 我要逆风趣呢 它就是一个 其实饰演的是一个 商战精英 讲述的是一个 国潮崛起的故事 然后我在里面 饰演的是投资人 很年轻有为的 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呢 跟女主之间 也有一些这个 哎 很轻丑啊 尔虞我诈啊 很精彩啊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年度工作高光时刻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 去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然后去做了一次 非常有意义的 公益事业吧 印象挺深刻 生活高光时刻 就跟父母吧 去云南自驾游 嗯 开心 其实我父母也很开心 突然一下有这么多时间 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啊 之前也没有这么长时间 我跟他们出去旅游过 这次呢 又是一个自驾游的行事 吃的很多呀 我们都很开心的 然后最后呢 西双版纳 本来是没打算要去的 各种因素吧 最后呢 又多了这么一站 结果我父母更开心了 原来我很多梦啊 自驾游什么的 首先 演戏上啊 工作上就不说了 在生活上就是 首先是自驾游 然后呢 这次 利用这个拍戏间的空档 那这个上了 很多个舞台 唱了很多首歌 可能唱的不大好听啊 大家开心就行啊 开心就行 非常自信在台上 我同事们都说 跟以前不一样 可能在台上 我以前就蹦蹦跳跳的啊 这个唱跳 打引号的歌手 唱跳歌手 那今天呢 就很静 很安静 因为导演他要的是 不一样的气氛啊 一个很严肃的啊 这个有沉浸感的 这么一段歌曲表演 所以呢 很不一样 大家看到过这身 这个服装也很好看啊 我自己也比较满意 多多期待一下吧 我让你自评一下 这个春晚 它本就春晚 你还不会用什么次 这个就是静啊 因为它是配合一些 戏曲的老师 然后呢 我们是要一个 多老师一起来完成的表演 其实我还挺沉浸在里面的 因为这首歌 其实它还挺感人的 总而言之就是多多期待 我完全不一样 跟以前的我 我提到了一个就是 跳出舒适圈 希望2023年呢 接的戏风格都不一样啊 不在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去挑战一些 之前没有经历过的 没有拍过的类型 一些题材 在演员这条道路上 继续沉淀自己啊 希望自己在2023年 挑出舒适圈 有个进步 让公元老师 给我们手写一句新生的祝福 好的 打个引号 公 发财 我写的是恭喜发财 希望大家在2023里面 都能够喜喜乐乐的发大财 拜拜 拜拜 好